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老師非常開心可以為你們找到台灣兩個非常非常厲害的創作家 哪一方面的創作家呢? 也就是我們台灣非常知名的球鞋客製這個創作家 而且呢老師其實對跟這兩位我們的設計師很久就已經認識 那麼在我上一次回來的時候 其實就很想專訪他們 那就沒有機會對不對 不過這一次老師非常的幸運呢 時間可以跟他們有一點協調 對不對?協調到 那今天終於呢可以請到他們兩個呢 來到老師的節目呢 跟你們分享一下他們所剋製出來的一些鞋款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厲害 那老師呢今天也很開心呢 他們帶了你看一整桌 所有的這種有沒有他們自己剋製的球鞋以外 還有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用哪一些材料來做這個剋製的這一種圖繪 好那首先我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沖頭 沖頭 你呢? 我叫小菜 小菜 好非常開心喔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大概跟你們聊一下 就是說你們在這一行已經做多久 那在你投入這個心血還有時間在克制鞋子之前呢 你是從事哪一方面的這個工作 那我們先從沖頭開始好不好 好 那個我初期比較做於服裝品牌的設計 然後自己創了一個早期人家說的潮流品牌 對 那到後期品牌結束之後 開始對自己對鞋子的愛 然後繼續去做創作的部分 而是克制球鞋大概有 到現在做比較球鞋類的大概有三年了 對 而且呢講到老師跟沖頭認識 其實好像是回到15年的時候對不對 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那其實那時候沖頭他就只有自己一個店面 那我記得你那時候也有克制 就是彩繪這個腳踏車的車架 對很愛騎車 對很愛騎車 再加上呢他那時候也有克制一堆這個 Chuck and Taylor 有沒有 是不是 Converse 對真的是非常非常酷 那為什麼你現在會整個全新的投入在這種 克制鞋子的這個區塊 這是自己對球鞋的熱愛 然後用我自己可以做的能力 去把它放在上面 所以慢慢的就把自己做品牌 跟小時候90年代 2000年的所有文化 那顧客有什麼需求 我懂的我把它畫到鞋子上 那怎麼把它表現在每一個區塊 對 真的是非常的細膩 因為老師其實呢 過去從這個沖頭的一些作品 還有到現在 真的是每年都非常的驚艷 因為我每次看都有一些非常勁爆的一些設計 而且我真的是覺得 我們的這個水準 沖頭還有就是我們小菜的水準已經是國際化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那小菜我們來聊一下你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沖頭它有這一段過去 那你呢你怎麼會在這一個圈子裡突然的就是非常投入 因為說我以前就是有從事鞋子相關的工作 然後我一直以來都很熱愛鞋 球鞋 球鞋文化 所以我因為有這兩個關係 所以我就會把我的所能把它融合在這個鞋子的上面 對 真的是非常非常酷 而且講到老師跟這個小菜第一次認識 好像是也是15年的時候 對 那一次也是透過這個去專訪幾個鞋頭 那他們也就是透過朋友的介紹 我才知道說 我們小菜我們台中有這麼厲害的人 而且我呢知道你好像雷射方面的這個做工作品非常的多 應該說這一方面因為我早期有接觸到這個領域 對 所以我就是在這個領域方面去做延伸 對 把它應用在我們球鞋上面 哇賽 對 而且 Big shout out to 小菜 老師 這個什麼 用這個私人的這種有沒有 教情 這一次回來 還特地的請他幫我這個摩托車上面一個小鐵牌 雷射我自己一個小小的ID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 那今天呢你們帶來非常多的這個鞋子來跟大家分享 那原則上呢 我們今天大概來講一下 你們的這個做工還有就是客製的這種有沒有 能力啊 可以到多高多遠對不對 那順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你們呢 所用的這些材料是什麼東西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現場這麼多鞋 你們想要先從哪一雙開始 想要從哪雙 應該從我們剛開始 開始做的東西開始 好 包含 我覺得最早如果以這邊最早來說 對 是小菜的這個 喔 因為小菜他個人喜歡 KD7 KD7這款鞋 對 所以在那個年代應該算是2011幾 Eazy Eazy 正火紅 正火紅的時候 121 對 那時候球鞋剛熱炒的時候 所以小菜他最早做的這兩雙就是比較屬於紅陰跟黑陰的設計 那這時候的我我還在畫反覆鞋 對 因為我自己喜歡畫格拉斯克就是星空的圖 對 然後後來我看到小菜這兩雙鞋 啟發了我想要轉過來做一些高高價球鞋或是籃球鞋的部分 離開反覆鞋 就這兩雙鞋很嚴重的印象我 那印象我之後 開始我們就一系列的開始做很多種設計 真的 而且講到這一雙黑陰跟紅陰 其實老師過去在很多的這一種有沒有 怎麼講 球鞋方面的分享平台 都有看到這一雙作品 我那時候覺得 哇靠可以把這KD7彈弄成這樣子 真的是天才 那時候我真的詳細的去研究一下 然後去尋找才知道 原來這是小菜的作品 真的很正點 你們看到其實這整個鞋身上面呢 這邊就有做出這種很像Python的這種紋路 講到這個材質小湛 你這個是去涵蓋起來的嗎 還是怎麼樣 這怎麼做的 它是整片的蛇皮 真的蛇皮 然後去依這個區塊 把他的板子取下來之後 然後去做一個貼合的動作 對 哇 那這種蛇皮在我們台灣拿得到嗎 還是說要從國外訂製的 基本上這種材料的部分 台灣的資源會比較少一點 目前我都是從國外那邊 對 而且你看喔 這個做工非常的細喔 除了我們這個側面的蛇皮以外呢 你看連它這個鞋帶頭 它也真的就是跟那個 Easy 有沒有過去的 AirEasy 不是現在的Easy AirEasy的那個年代 黑鷹的這個鞋帶頭 是一模一樣的 非常正點 那這雙鞋子 其實好像是一個原本的 怎麼講 發行的官方的發行配色嗎 是不是 這個是比較Easy的配色 只是說我用ID的方式去把它呈現出來 OK 非常非常的正點 這鞋底也是會發光的 我記得這時候是一個選項 非常非常好看 那講到紅鷹這一雙 它的這個皮質好像又不一樣喔 它的皮質應該是說它染色的呈現的效果 不太一樣 對 OK 非常 它包括 不只是這個材料的改變 它內側這個勾 立體勾 也是有 用一個不同的材質去做呈現 然後鞋舌的部分 也是忠於原味的 去做出了一個 對 這個黑色 沒錯 對對對 這種老鷹的標誌 你們看 兩雙都有喔 都有這種老鷹的這種標誌 非常非常的正點喔 再加上你看 它連鞋墊裡面 也有做一個 有沒有很像 這個Signature的 這個什麼 什麼細節跟Design 非常非常酷喔 哇賽 好 那還有哪幾雙鞋 我們可以大概 跟這個觀眾分享一下 那這個後來 所以開始 進入了一個 那時候的改鞋文化是 例如說我喜歡 Jodan一代的某一個配色 或是一個故事 我們會把它 帶到下一代 或是別塊鞋 把這個文化帶進去 所以 那時候我剛開始做 所以 小賽就跟我說 那你有沒有可能完成 這一款 這一款 它是原本是KD4的設計 KD4的 KD4的 KD4有一個 跟那個 玩具 玩具槍 對 合作的一個 對 一個配色 所以我當初想說 這個紫色的色調 可不可以把 漆袋 因為我非常喜歡漆袋 對 可不可以把漆袋 這個配色做 這樣的元素的一個融合 對 而且 這一個其實是一個 特別的組合包 對 那時候有出一個組合包 還有一個小籃框 其實是一個球 所以我看到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天啊 天才 這種東西 把這種那個主題 直接掛在這雙鞋子 真的是非常正面 這也是當時15年的時候 客製的主流風格 OK 大家喜歡把他 一些很代表文化的故事 把他改到 某一款鞋上 他又有新的故事出來 對 真的很正點喔 那現在像我這樣看喔 像鞋面上面 我看到有一些 不一樣的這種 怎麼講 塗漆 他是不是 就是塗漆嘛 對不對 他是先打底 你要先做他鞋子的底層 把底層 拋光之後 磨過之後 你要再上他的底色 還要添加他適合的劑量 他每一種材質 都有不同的武器去調和 那他展現出來 你會看起來是 欸這原本就出的 而不是我改造過的 是是是 細節上面會比較特別 欸真的耶 看起來非常平滑 完全看不出是這一種 有沒有客製自己圖的感覺 非常非常酷喔 那像這樣的作品 有沒有被官方 Nike就是發現到 他們有去關 關注過嗎 這個這雙鞋子 Nike的官方沒有 但是 國外有蠻多客製師看到 這款鞋之後 一直向我們致敬 是 因為他們一直來做這個設計 對 這個是他的想法 他比較偉大 我只是付出我的行動去做 是 那他的想法就被別人致敬了 所以就蠻多 蠻多這樣的 可以提侵很多人做這樣的配色 所以就像 灘呂後來也有介紹這款鞋 因為那時候 這算是一個 底神杯對我們來說 剛開始做的時候 欸我們可以打到 這個樣子 也磨練了我幾天的時間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正點 欸那 為什麼會 特地的這種 就是你為什麼會 一直選擇 用這個KD7去做 就是 因為 這一款鞋其實 也不一定說是特定用KD7 只是說 KD它有這樣的一個故事 它有出一個 這樣的一個合作的案子 對 所以我通常我客製的話 我會依照鞋本身 跟它的配色去發想 對 你可以怎麼去做延伸 對 阿所以因為這一款的 它的 基本的底色是紫色的 對 所以我就就是往 當初它這個設計的方向去 去做延伸 對 因為它像這個整個鞋面 這個原本也不是灰色 嗯 它整個都去 改造過 然後基本上就是配合它的底 因為我們改鞋的話 基本上就是底 不要去動它 對 因為我們改鞋就是 我們的原則就是 改了就是要可以穿 對 對 所以我們就是底的部分 不去動它 然後從鞋面 配色 跟它的一些故事去做發想 非常非常正點 好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這雙鞋子先放在旁邊 欸我現在這個桌子 非常吸引我的注意的是 這雙Presto Naggy Presto 為什麼 因為呢講到嘻哈頭 對不對 我們過去非常崇拜 就是說 很喜歡的一個老舌團體 也就是Wu-Ten Clean 對不對 那我相信呢 你這雙鞋子的這個主題 就是繞著 那一個老舌團體 是吧 沒錯 這雙鞋呢 就是依照Wu-Ten 本身的一個配色 跟風格 對 依據這雙鞋的 顏色去做延伸 對 而且你看喔 這個細節非常的多 你看 像這個鞋子的側面這邊 有沒有它直接 這是雷射的嗎 是 就是把它用雷射的方式 雷凹 然後再上色 對 會跟 會跟我們畫上去的質感不太一樣 是是是 真的很漂亮 而且這Wu-Ten Clean 這Wu-Ten的 logo真的是 弄得一模一樣 非常的好看 再加上 我的天啊 這邊有一個Wu-Ten非常經典的這一種 有沒有 蜜蜂的這一種造型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大概講一下 這個東西是怎麼弄出來的 這個東西主要是我去上色 然後 我們兩個去討論 以武當的文化 有什麼東西可以 放在這個 是15年初的Crystal 那 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就看到 它上面的 它的白密的編織裡面有樓空 它很像 蜜蜂的 凹草 對 蜂窩 所以那時候就想 那我們Wu-Ten的部分 我們就用這個部分來呈現 而且這一款鞋 它在去年發售的時候 正好是我們 我們有經營一個社團 它辦了我們第一次展覽 所以 Nike的部分 它贊助了我們三雙鞋 讓我們來創作 那 一雙在 之前老師介紹過的KEY 身上 然後還有一雙在我穿的鞋子 那它比較特別是 當初我們三個就在討論 我們怎麼樣 如果人家願意贊助我們這三雙鞋 讓我們做 我們去表達什麼風格 我們以 Nike的發源地美國 對 去做聯想 所以 他想到了Wu-Ten Kenny想到了鋼鐵人 我想到了NASA 蛤 所以我做了一個 一個 這個上面的圖全部是夜光 然後 看起來很像發美的 其實是它的戲碼 它在晚上的時候 這整雙鞋也會夜光 然後我也請 小菜幫我 上了這個 NASA的LOGO 對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正點 好啦 那 既然你們都帶來了 那我就虛心的收下這一雙鞋 因為 對一個嘻哈頭 看到這種東西 難免感到非常的興奮 非常非常酷 好 再來我們講到這一雙鞋 竟然我們講到了蜜蜂 這邊有一雙Hornet 對不對 來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雙鞋子 是怎麼一回事 這雙你的 這雙的話 當初也是因為 所以 我非常喜歡 29代打球的配置 對 所以我當初 在Outlet 有看到這一雙鞋 然後價格不高 我想說可以把它 拿來當成一個 改鞋的素材 然後當初 因為這個配色 去做聯想 所以我把 就是 黃蜂隊 的配色 跟Jordan鞋 黃蜂隊的老闆 對 Michael Jordan 就把它 兩個的一個 概念融合在一起 對 所以我就把這個 概念跟沖頭做 請他去把它 圖像化 怎麼去把它 配置在這個鞋上面 做展現 哇 而且包括這上面的 這一種蜂窩的 細節 是沖頭去畫出來 是 而且這雙鞋 真的細節很多耶 它的detail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你看除了 鞋子的側面以外 鞋頭的這個蜂窩 它連這個鞋跟的部分呢 它還有一個什麼 Buzz City 對不對 真的是沒有忽略到 任何一個那個 喔還有這邊 側面 對不對 還有一個這種 Hornets 的這種草寫字體 非常非常的好看 這雙鞋的鞋帶 原本就是這個顏色嗎 對對對 這是日本的配置 它真的是非常好看耶 哇賽 就是達到整個 黃蜂的主題 對 真的是很酷喔 欸像是我們這樣子啦 噴一個這樣的 黃蜂的 這個圖案 大概要花多久的時間 正常我們要先去想 結構 花店 澳稿 到遮蓋 噴完大概 三四個小時到四五個小時 而且像 這一雙它比較特別是 它這個又花了很多時間 它是全夜光的 喔 它的夜光其實蠻強的 真的耶 它都是夜光 我再上一次夜光的風墨 非常像 它那個 Angelus 它就有出一罐 這個燃料 它是專門做夜光 它的夜光特別強 如果 你把它照射吸光網之後 它的亮度可以直閉LED燈 哇 直閉LED燈 很誇張的夜光 那持久嗎 大概可以撐 一般的夜光燃料大概五分鐘 這個大概可以撐十分鐘 哇 很不幸的消息是 因為它既來亞洲會硬化 所以 今年它挺慘的 蛤 是喔 所以我只剩下罐子而已 亞洲不是比較潮濕嗎 應該是它在運送的過程 接收到那個熱氣 然後它整個硬化 像水泥這樣整個都硬掉 是 它沒辦法再使用 不然它是我覺得 非常棒的一個燃料 嗯 欸講到這個燃料的部分 因為我知道你們工作室這邊 後面擺了一堆對不對 那全部都是這個怎麼講 Angelus Angelus這個品牌 對 有看這個國外的一些 客製鞋家他們就是用這個品牌 為什麼這個品牌 為什麼你要用這個品牌 其實 我聽過很多人 講解過Angelus的 顏料 那有的人覺得它比較稀釋 可是 在我實際這三年用來 我覺得它的顏料是細膩度高 然後再來 它的顏料全部經過奈米化 所以它的顆粒是 一般我們買的顏料有可能一千分之一 所以當它你畫到斜面上的時候 它會吸收到斜面的組織 是 呃 假使說就是像一塊皮好了 我塗上去它吸收完之後 它上面出現的光澤 你會覺得它有如原廠 那你碰到水它還是會有吸收層 嗯 所以它很細膩非常漂亮 所以直到現在 世界上出了那麼多客製顏料 Angelus還是這麼的 有名氣 然後再來是 它的這個牌子最早的 原生是1907年 1907年 它的真主婦是在做斜油的 後來它的後面後代 剛好貼了改寫文化 所以他們製作出這個顏料 是 而且我現在看它這個 有沒有瓶裝上面的這個貼紙 他說這個是leather paint 也就是說它是專門用來塗這個皮紙的 皮紙的這個表面 非常非常酷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觀眾想要買這種漆 台灣有專賣店嗎 還是說都要在網路上訂呢 嗯 台灣的代理商是 我們現在這個團隊的四個 其中一個叫李博昌 然後那個 博昌他有代理這個顏料 你們其實可以直接 搜尋改鞋規針 就我們團體的名字 在我們屋上就可以找它的顏料 漂亮 所以改鞋規針就是你們的官方網站嗎 也 不算官方網站 是你們的這個環境 剛出一個 一個忽然間的念頭 就是 在 也許說在我自己生意失敗的時候 然後慢慢在緩債的那段時間 也是經歷一段時間一直在想 為什麼生產一個品牌 它會沒辦法進去 後來 一直想破頭 就想到兩個字 就是文化 對 文化必須要傳承 文化必須要擴大 那 我們自己一個去做這些東西 我們做到很有名 那 也許我只能帶動我一個人 但是如果能帶動文化 有更多人知道那是不是很好 所以 於是 我就找到我幾年前的朋友小蔡 我知道他有在做雷射的部分 對 我就跟他聊了這個想法 也找了我的學長 就 他剛好也是進運動明天 我跟他說 其實我覺得這個顏料非常好 然後那陣子我自己又蠻辛苦的 我就說那學長你來代理顏料 然後我們認真的還做 然後那時候又透過了 小蔡認識的 之前老師介紹的 Kenny 對 所以我們在 讓我發揮一整個特級的 對 他有跟我說 然後 這兩年的時間 應該算我們去年是完整的 去辦了一個活動 我們也計畫了很多 那 在這中間我們每個人 發揮我們的特產 一起去經營這社團 那 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說 我們收益有多少 我們做了多少些 而是我們給台灣更多人理解 欸改鞋 為什麼可以改鞋 改鞋從 以前我去參加一些活動 人家對我們的觀點會覺得 你們就是在做寶刀品 那你們就只是塗塗色改改色 也許我們可以達到更好 我們把東西做到完整 讓中國看到我們 那國外看到我們 那 一個辦法 我們進行一個社團 我們的社團就是 免費的教學 教育大家 嗯 這個非常好 而且老師必須要強調一下 我們這個客製文化 在美國 是一個非常受重視的 一個怎麼講 就是說這個 就是文化啦 就像老師剛剛說的 那麼 當我聽到剛剛衝頭他說 欸這個東西 我把它改成一個 類似跟其他品牌 的一個形象的時候 就被人家說是仿冒 天啊朋友 你如果有這樣的想法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因為客製這種東西就是 依照我個人的這種需求 或者是喜好 對不對 去做出來 就像老師也非常喜歡 獨特性的東西 那你像我摩托車也常常改造 我也不會有人就是 一直就說 欸你這是在模仿什麼 因為這就是一個 怎麼講去表達 你自己喜歡的一個東西 所以當我聽到 剛剛衝頭說 他可能去把這一雙鞋子 掛上這個有沒有 Hornets 黃蜂隊的這個logo的時候 人家就說這個是髮帽 你...我不知道 你... 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我真的是... 我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這是一個非常珍貴的一種創作 那老師個人覺得 這是必須被重視的 那我也希望說 我們台灣的這個 球鞋文化也好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 有沒有政府單位 看到這個 你真的要感動 因為我們喔 台灣 有在做這種有沒有 客製方面的 這一種文化 或者是人事 其實不多 那像衝頭跟小菜 還有像你說 國昌跟Kenny 真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因為我常看到他們的一些這個 有沒有 產品 你們自己做出來的東西 常常會分享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而且我們說真的 已經走到國際化這個路線 所以你再給我那邊講什麼 防茂品 我看你們老師 我跟你說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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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